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推贸易投资的本币化结算 而且石油贸易将会以人民币来作为结算 实际上是为了去美元 也反制美国在金融问题上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制裁 中国和伊朗签署了25年的合作协议 这里面就包括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 另外价值达到了4000亿美元 对于伊朗来讲的话 缓解西方的制裁将会带来极大的帮助 这也是中国给伊朗雪中送炭 你看华黎明也就是之前中国驻伊朗的大使 他就说这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 也就是中医在很多问题上的合作 达成了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 联合导报的消息 王毅就指出 世界应该让人权的定义更全面 人权的基本定义是生存权 其次才是发展权 这个都必须要尊重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个消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消息 中国又制裁了三个人 一个机构 包括美国和加拿大 但是这两个国家现在已经开始对中国进行指责 因为他不习惯于中国对他们进行制裁 人民日报的社论 所谓中国灭绝种族是违反国际法的弥天大谎 BCI上海代表处就说 新疆不存在强迫劳动问题 作为一个NGO应该没有颜色之分 否则的话失去的是市场 失去的是民心 经济日报和大公报的消息 你看 现在美国通过各种方式来 以新疆作为议题来遏制中国 这种图谋其实已经很久了 包括有美国前官员就已经指出 为什么要在阿富汗用兵 其实就是要利用阿富汗用兵来影响新疆 让新疆来影响整个中国 这就是地地道道的颜色革命啊 香港01的消息 华为和小米的手机应用商店 现在暂停下载Nike 阿里达斯等等APP 什么原因呢 大家都很清楚 再来看今日报的消息 白棉花为什么上了黑名单 关键就在于这个BCI BCI是什么 友好棉花协会 什么叫友好 棉花本身是白色的 是没有其他的色彩 但是这样一个NGO赋予了它一个颜色 它就是西方某些国家反华的一个工具 仅此而已 你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说 美中关系日益敌对化 究竟是谁导致美中关系日益敌对化 要问一问 美国不断的对中国说三道四 采取各种手段来进行制裁 是谁导致这种关系 日益的对立化呢 自己问一问自己吧 日本防卫省的相关智库就说 中美对立上升到了新冷战水平 不是新冷战是混合战 细报的消息 来看这个消息 你看报复式制裁不断 中美的博弈越来越恶化 完全是美国不断的对中国进行打压 中国必然会反制美国 以其盟国 中美会晤 杨洁篪开场白 令美国媒体感到意外 崔天凯就说 是他们估计不足 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 是不会动摇的 这个人是谁呀 这个是克里腾布林克 他是拜登提名的亚洲通 要担任亚太助理国务卿 之前呢 他在中国当过大使的副手 那么说明也是对中国比较熟悉的 你看拜登呢 又开始步中国之后尘 要搞自己版本的带路 也就是一带一路的策略 来抗衡中国 中国去哪 他就准备去哪 下面这条消息说的是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就说 暂时无意取消特朗普时代 对中国增加的关税 这就表明 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 在这个问题上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美国商务部部长也说 正在制定全面的战略来反击中国 所以美国的保守派当家的话 怎么可能对华采取友好的姿态呢 来看这个消息是 华尔街和美国的政界 包括美国的保守派之间 存在巨大的分歧 华尔街是看好中国的市场 中国的金融市场的负面清单 在不断的减少 但是看一看 美国的保守派 是在遏制和中国的合作 但是作为华尔街 是不会在乎美国的政客说什么 安倍晋三就指出 日本已经成为美中对立的最前线 确实如此 美日峰会在即 你看日本面临加入制裁中国的巨大压力 那么日本呢 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靶心 为什么呢 到底对中国采取友好的态度 还是制裁中国跟着美国走 考验建议委政府 日本的安保法实施五周年 日美一体化或难免扩大 这个是迫于美国的压力 另外再来看下一条消息 说的是宇纳国岛 宇纳国岛其实之前就是个争执 现在呢 比较担心台海发生冲突 那么日本要增加在宇纳国岛的军力 这个地方面积很小 增加再多的军力都无济于事 默克尔就指出欧盟对华的政策和美国不同 尽管和美国有很多的共识 但在对华的问题上还是存在比较大的分歧 印度的专家就很明智的认为 对华的政策要维持战略自主 什么意思呢 不能完全靠美国 美国是靠不住的 更不能加入美国的小圈子 朝鲜的弹道导弹潜艇有可能要下水 你看这是北纬38度给出的一个卫星信息 那么这个消息是不是能够得到佐证 很有可能 为什么 朝鲜的北极星导弹已经研制成功 需要在潜艇上进行试验 之前的潜艇不具备这个能力 朝鲜进行导弹的试验 确实让东北亚出现紧张的气氛 那么考验的是谁 考验的是拜登 但是拜登要明白一点的话 如果只希望朝鲜无核化 对不起实现不了 日美首脑会谈联合文件里面 就要求朝鲜完全无核化 而不提朝鲜半岛无核化 这个是无法接受 另外再来看联合早报 你看朝鲜就指责联合国安理会是双标 为什么英国可以增加核弹头 而朝鲜不能够发展核武器 信报和世界日报的消息 长次号 你看在运河上 卡住了全球的损失已经看上百亿了 甚至会比这个一百亿还要多 那么六天了 现在仅仅拖了三十米 那么还很难 你看美国媒体就说 在搁浅之前 长次轮有十二分钟的超速 究竟是因为天气原因 雾霾原因 还是其他的原因导致超速 到底是人为的原因 还是天气的原因 到目前为止的话是末中一世 埃及总统现在不得不出一个策略 就是把上面的货物都卸下来 长次号有二十一万吨 这么大的排水量 要把这些货物都卸下来的话 难度之大也可想而知 包括你看亚欧的海运成本 现在开始往上走了 还有就是苏伊士运河要考虑 给予这些通行的船只 要给打个折 不给打折的话 损失谁来弥补呢 而且你看作为俄罗斯来讲的话 自己的北极航道将会发挥重大的作用 既然苏伊士运河过不了 那你们到北边来走吧 但是到北边来走的话 如果船被冻在冰里 用破冰船来解救的话 这个成本也不会低的 另外再来看 北极的航道现在要开放 地缘政治和环境影响都非常的深远 也不存在一个苏伊士运河地位不保的问题 只是多了一个通行的渠道 CNN和新闻云的消息 你看现在就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长荣货轮把运河给卡住了 叙利案就开始实施全国的成品油的配挤 为什么呢 没有油用了 那么另外长荣还有20艘牲畜船堵在了苏伊士运河上 如果要是断粮断水的话 这些动物都会死掉 死掉之后的话 尸体又不能扔到河里 将会导致新的生物危机 我们来看还有一个是发生在陆地上的长荣货柜 横在南京的高速路上 这个消息到底是真是假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来观察 那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说 美国政府不会因为疫情来惩罚中国 焦点在防范未来的疫情 这样一个表态是积极的 要得到一定的认可 CNN的消息 中国和阿兰就宣布健康码忽认达成一致的原则 而且阿联酋将会生产中国的冠病疫苗 并且可以成为中东的中国疫苗中心 文汇网和联合早报的消息 你看法国冠病超过俄罗斯成为全球第四 巴黎的医院已经饱和了 普京就说在今年夏季结束之前 俄罗斯将会实现群体免疫 俄罗斯才有1.3亿人口 这个群体免疫对于俄罗斯来讲的话 不是那么难 最容易搞群体免疫的是以色列人口少 日本将发疫苗护照 铺路重开海外的旅行 难 非常之难 来看信报的消息 墨西哥因为疫情死亡的人数 可能会高于公布的六成 达到多少呢 30万 这个数字也是相当的惊人 我们来看香港领域的消息 习近平主席和古巴领导人呼之信函 加强两国的关系 另外呢 国防部长魏凤和到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遗址去平掉 而且说了一句话 绝不允许历史重演 落后就要挨打 塞尔维亚总统说 塞方将会和中国发展军事领域的关系 既然欧盟北约对我说不 那么我就向其他国家来发展相应的关系 来看信报的消息 那么拜登政府在本周将会公布三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计划 又会搞大水漫灌 对整个全球的金融领域会造成巨大的冲击 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的消息 你看全美60个城的亚裔怒吼 30年来的首次毕竟压抑受到了广泛的歧视 还有就是缅甸你看出现了示威 单日至少有114个人死亡 12国的防长联合声明谴责缅甸军队的暴行 香港01的消息 现在在缅甸国内出现了内战的迹象 你看民主武装开始和缅军开始交火 包括缅甸有可能会走向内战 缅甸的民主军队支持的是民选的议会 民选的政府 联合早报的消息 我们说的是缅甸民主武装控制的地区 遭遇到缅甸军队的空袭 有三千多人越境到泰国求庇护 真的是战乱的时候 老百姓是最可怜的呀 印度呢就说莫迪政府决议来驱逐罗兴亚难民 驱逐到缅甸 如果这个事情放在中国的话 一定会说中国不人道 如果放在印度的话 一定会对印度是三间其口啊 这就叫双标啊 来看雅加达邮报的消息 自杀式炸弹攻击在哪呢 在印尼的教堂导致二死十四伤 不仅如此 而且印尼的炼油厂发生爆炸 你看有这么多人出现了问题 还有九百多人疏散 究竟是什么原因 到现在不知道 刚才那一起所谓自杀式爆弹事件是恐怖袭击射恐 这个究竟什么原因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 塔利班就指出有可能美国撤军之后将会夺取阿富汗政权 这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评估 究竟是不是至少从塔利班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是看不上现在美国扶持的这样一件阿富汗的政府 印度和韩国扩大防护合作 我觉得这两个国家的合作象征意义更大一些 还有德美表示 德国潜艇配备了俄罗斯的导航设备 有人说赶紧把这个厂商的设备彻底屏蔽掉不安全 布林肯说美国将继续对北溪二号项目实施制裁 但是这样一个制裁到底迎兵想两国的关系 一个国家如果出现了战败的状态的话会非常的悲哀 来看一看亚美尼亚由于战败 那么看一看亚美尼亚总理说四月份辞职六月份大选 这个纳卡问题真是牵扯到了地缘政治 那么中国已经增加了经俄罗斯铁路运输的货运量 这也是一个我们必须要采取的备选方案 那么彭博和长江有色金属网的消息 中国控制钢铁的产量日趋严格也就是去产能 但是也难阻挡澳大利亚铁矿石价格回涨 那么中国将会对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实施反倾销税 那么澳大利亚要在WTO来告中国 其实在WTO告中国的国家非常多 也说明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在不断的增加 伊拉克和法国的一家石油公司巨头要合作 合作的金额达到了70亿美元 什么意思呢 帮助伊拉克改善石油设施 下面再来看一条消息说的是阿联酋 阿联酋想搞石油革命 要把定价权牢牢地控制在中东国家 而不是西方国家手里 纽约大麻将会合法化 将会增加税收 另外再来看一看消息 印尼将会推出五年的签证 外国人可入境投资和就业 另外再来看一看信报的消息 菲律宾政府就说将会派战机到牛河礁 来驱逐中国的渔船 说这个地方是我的专属经济区 其实菲律宾要清醒地认识到南沙群岛 都是中国的 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去挑衅 巴西总统伯索纳罗因为侮辱女记者 现在被判赔两万精神损失费 我们来看一条消息 说的是韩国的一个小岛 上面你看儿童越来越少 现在韩国也进入到了老龄化 后果就是养老是个问题 另外就是劳动力又存在巨大的问题 尽管有一些国家搞延迟退休 但这个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那么如何来解决人口老龄化 是摆在各国面前的一个难题 好了 广告之后继续读播 中华聚焦 关注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在今天和明天 你看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会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议案 那么最快明天进行表决 保障市民的权利 你看香港准备立法禁止其底 就是不允许把其他人的隐私在网上曝光 驻港部队海陆空搞反恐营救的演练 这个在香港至关重要 香港的香岛中学爱国传承 可以说从成立那一天开始 天天要升国旗 你看香港的香岛中学的校长叫邓飞 他就指出教育要推动爱中国 这个观点是相当之正确 来自于大公报的消息 人民日报的消息 国台办就指出 坚决反对台美之间签署有任何主权意涵的协议 指的就是海巡相互之间合作的协议 你看绿美炒作 美国大使跟随帕老总统一起抵台 明显的政治操弄 再搞两个中国 中国经济新格局 制造业出现了警示 什么意思呢 制造业在中国的经济比例里面不能降低 反而要稳定 制造业太关键了 信报的消息 内地首两个月的工业利润飙升了1.8倍 还有你看中国的智囊团就指出 没有理由收集货币政策 人民币还会持续看涨 另外呢 中国鼓励对数字人民币开发研究 其实不是研究 是应用的概念 而且为全球数字货币制定规则 试点不断的扩大 中国国有大银行纷纷推出数字人民币 另外呢 就是中国首个区块链特色司法鉴定机构已经成立 区块链的成立恰恰是为了服务于数字人民币 两者是相辅相成 来看人民日报的消息 中国共产党组织处理规定 已经颁布 从严管理监督干部的重要举措 中国官方公布了武直石在西藏射击训练 这样的武直石是新型的武直石 是适应高原的型号 中国时报的消息 你看中国大陆打冠冰疫苗已经突破了1亿剂 而且呢日产疫苗达到了500万剂呀 还有华为就会支付牌照 那么也将成为微信 包括支付宝等等 有力的竞争对手 这样的话更公平一些 有调查就显示 字节跳动是中国青年眼中最具创新力的企业 确实如此 特朗普做了一个天大的广告 套路代集团追战导致很多人死亡 达到了89个人死亡 所以对套路代集团要进行严厉的打击 另外再来看一看江西一 人大原副主任史文青被开除 来自于人民日报 我们来看这两天在北京 包括在华北地区又出现了沙尘暴 那么这个问题要标本监制的来解决 不能光靠中国 要帮助蒙古来解决相关的问题 要跨国合作 这样才行 好了 我们今天的焦点要谈的就是苏伊士运河 大公报两条消息 一个是商船绕道好望角 海盗袭击风险增加 另外一方面的话 如果绕道好望角的话 要增加八千公里 这个油的成本 包括时间的成本怎么算呢 这都是增加了不少的风险 还有呢 就是堵船 天价保险账单 掀取法律战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一次你看 长龙的这条船 堵了这么长时间 究竟这个赔付是由谁来赔付 是由长龙集团来赔付呢 还是由长龙集团 承保的保险公司来赔付 那么作为保险公司来讲的话 它一定会推尾 还有另外我们看到了 有三百多条团都已经被拥挤 他们也存在巨额的损失 他们也会找自己所承保的保险公司来赔付 那么这些保险公司 会不会给这些船来赔付的话 都存在巨大的问题啊 我们今天所关注的是什么呢 就是苏伊士运河到底何时开通 只要开通了 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 但是我们明白一点的话 作为埃及的运河管理部门 遇到这种问题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我记得在2004年 2005年 2015年 2016年 包括2018年 都出现过类似的堵船事件 而且之前堵的还比较厉害 但是作为埃及的运河管理公司 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重视 尽管2015年把整个河道稍微做了拓宽 但是拓宽之后的话 它还是200多米 200多米的概念和长次号船相比的话 长次号船它有400多米 所以一旦稍微有点船打横的话 就会导致这种悲剧出现 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所以作为埃及政府来讲的话 不要只考虑每年收多少过船费 包括过运河的费用 要考虑把这个费用 要投入到运河的再建造 再重新 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而且之前可能大家也看到消息了 你像埃及已经派来了八条拓船 但是这个拓船和21万吨的长次货轮相比的话 真的是小无间大物 真的是拓不动 据说现在有一个比较大型的拓轮 正往这赶 赶来之后的话希望能够协助来把船拖走 这恰恰表明作为运河管理公司 完全不重视导致目前这样一场悲剧的发生 现在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一次拥堵能够解决问题 你像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图片 在南京如果这样一个车堵了 这个容易 因为中国的这种救援能力相当之强 无论你是多重的车都能解决 但是船这个东西确实不好说 我再说它又是在苏伊士运河狭窄的河道里面 想解决这个难度就非常非常之大 另外我们要明白的就是埃及现在是靠天来还堵 什么叫靠天来还堵 之前靠挖掘机根本挖不动 因为什么呢 太小挖掘机都挖土方的量太小 现在碰上一个巨石它更挖不动了 另外呢 他就考虑27号28号将会有天文大潮 将会涨潮 现在这个海水已经涨起来了 但是还是无能为力 这完全就是靠天 你看刚才我们在读报的时候 埃及总统就说 要不要把上面的货物卸下来 我们知道作为这种货运码头 卸货本身就很难 再加之这个地方 它不是个货运码头 它是一个中途 你要想把这些东西完全卸下来的话 这个难度会更大 有可能会持续的时间会更长 这就会导致什么时候开通 确实不好说 如果真的出现了天文大潮 这个地方涨水涨得很快的话 或许会出现奇迹 但这种奇迹 如果建立在天意的基础之上的话 这样一个运河管理是存在问题的 所以要想管理好运河 要科学管理 不妨请一家中国的运河管理公司 来协助管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